子宫肌瘤在传统治疗上 大多是以开刀为主 可是手术毕竟风险高 术后恢复期也比较长 常常让患者感到害怕 不过近年来出现了另外一种 新的治疗选择 海浮刀 采用无创疗法 没有伤口也可以保留子宫 那从体外 把肌瘤达到缩小的效果 那减轻病人的疼痛症状 或者出血症状为主 他不需要麻醉 大概三到四个小时 会进行一台海浮刀的时间 那他最大的优势就是没有恢复期 当我们做完海浮刀的治疗之后 那病人是直接清醒的 走着离开我们的治疗房间 就是因为想要快速回归正常生活 所以三十多岁 本身是三铁运动选手的肺小姐 选择海浮刀来治疗腹部 15公分的打击瘤 你只要开刀有伤口 你的身体组织就会沾黏 那如果沾黏的话 沾黏这个东西对于运动员来说 其实还蛮麻烦的一件事情 我会尽量就是找最小伤 对身体有最小伤害的方式来处理 就是我的肌瘤 出院之后其实跑步 就是对于训练来说 轻松了蛮多的 因为减少了我的下肢水肿的问题 那么海浮刀的原理究竟是什么 医师也用简单的比喻来说明 类似像很大的一个放大镜 它会把超音波的能量 全部都聚集在一个点上面 那个点的温度就会提高 那一般我们像蛋 煮熟 体内的一些肌瘤组织 蛋白质 血管这些东西 一样造成这样子的 类似的这种变化 就让这个肌瘤的部分 就类似像煮熟一样 它就慢慢缩小掉 海浮刀是让肌瘤缩小 而不是消除 所以肌瘤大小会影响疗效 大概5到8公分的大小 是最适合的大小 那太大的肌瘤 它可能缩下来 如果十几公分缩小 到一般可能 还有七八公分的大小 所以一般大概 大概缩到三四公分 大概就不会有什么症状了 所以一般大概5到8公分 太小的肌瘤 反而是不太好去瞄准 就像打靶子一样 医师强调 海浮刀并不是治疗 子宫肌瘤最好的方法 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 术前要做好详细的评估 海浮刀只是让患者 多一种选择 另外也补充说到 肌瘤是女性 最常见的妇科疾病之一 要避免肌瘤快速长大 还是要从饮食和生活习惯着手 包括要多运动 饮食要清淡 减少高油 高热量的食物 等见卫视 叶云梁海瑶台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